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你听说了吗,网上买买买要收税了 美国最高法院21日裁定 各州政府可以要求零售商征收销售税 就算这些商家在州内并没设有实体店 这个最新判例推翻了最高法院先前在1992年的裁定 对于喜欢上网购物的消费者来说 可能不是个好消息 未来在网络上买东西 可能钱包负担会变得更重了 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表决通过 让州政府可以要求消费者上网购物时缴纳销售税 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在判决中写道 1992年的判例是有瑕疵的 肯尼迪指出 只向实体店面商家征收销售税的结果 造成年复一年与经济现实脱节 各州政府要承受严重的税收流失 州政府可以要求网络商加征销售税的判决出炉之后 网络购物龙头亚马逊 以及网络零售商Wayfair拍卖网站eBay 股价都立即走跌 随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走传统经营路线的实体商店备受压力 从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 零售店面逐渐缩减甚至关闭 税收流失影响重大 根据美国国会审计调查处统计 广是在2017年中 如果各州政府能对网购的人们征收网络销售税 估计可以创造134亿美元的可关税收 例如麻省政府去年就颁布了法案 开始征收周民的网络销售税 州政府当时估计新法规将为下一个会计年度 带来3000万元的税收额 事实上州政府实体店面商家和川普政府 都觉得1992年的判决已经因科技进步而变得过时 不该再以实物存在为标准征税 而是应该以经济存在为标准征税 这样才能更正确地反映国家的商务活动 并且减少政府预算漏洞 与贸易上不公平的竞争 根据1992年最高法院判决 各州仅能向在州内有实体店面的公司收取销售税 民众在许多州内没有实体商店的大型网站购物 可免缴销售税 根据许多州的州法 在每年报税时 消费者应该补缴购物时未交的销售税款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 也几乎没有人真正去交这个税 但是网购逐渐成为消费形态主流 网民喜欢去比较价格 这样一来实体商家就开始大声抱怨 收税差别待遇不公 2015年全美洲议员会议时曾公布 美国因网购未课的税款高达170亿元 每年国会中也有针对征收网购税提出的议案 但从未有过结果 在这个征收销售税新法案通过之前 想要增加税收的各州政府 在联邦立法短期无望的情形下 各显神通 想方设法的要课征网购税 有些州扩大实体商店的定义 采用所谓的按键连接法 也就是即便通过网络连接的外州公司 也被视为是该州店家 要求缴纳该州销售税 例如麻省就认定州民计算机 或手机上下载的网购APP 服务器浏览过的网页 都被看作是在麻省设立实体经营的公司购物 这个实体存在的定义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反对者认为 为了增加税收 麻省的这个理论简直太离谱了 民众只要打进商家地址 就形同于该商家在麻省设立必须缴税的公司 这非常不合理 也经不起法律的检验 最高法院今日颁布的这项判例 除了被认为是各州政府的胜利 对于亚马逊等大型零售商来说 也算是好消息 因为身为电商巨头的亚马逊 由于目前在全美许多州内都设有实体店面 包括存储仓库与出货中心 已经在当地缴付销售税了 然而规模较小的网店 例如居家生活用品零售网站 Wayfair与Overstock 实体店面的数量 规模与分布都远远不及亚马逊 没有达到必须在各州缴交销售税的标准 这些零售网站因此在价格方面 较传统商店更具有竞争优势 可是新法案一出 这些小型电子商家就要缴税了 这样一来 对于消费者来说 网购就少了更多的优势 那增加销售税之后 实体店又会重新崛起吗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 《华尔街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 《华尔街焦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